今年夏天的金州勇士可以说是所收获颇,在球队原有的基础人员上,又增加了一员全零星大将,并且顺利地补上了球队位置上唯一的短板, 但是这个球员并不一定可以带来积极正面的效应,毕竟球队磨合的问题就是一大难关,靠心思的加盟到底会带来哪些影响呢? 靠心思的脾气,可以说联盟现役球员,里面最大的一个了,并且之前在国王队的时候,队内训练因为裁判的吹罚问题,他竟然就可以甩手走人,并且上个赛季在跟剑断裂没有打完整个赛季的情况下, 竟然是联盟吃屁最多的球员的前三名,这样的暴脾气很有可能,给球队带来不害球队氛围,毕竟勇士队有追梦格林这个大嘴巴,如果他们两个人干了起来,那是极其不利于球队化学反应发展的,毕竟格林也不是一个省心的主,毕竟杜兰特都被他在球场上吼过, 如果这两个人不对付的话,那么球队管理层只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交易,调考心思,毕竟相比于考心思格林还是勇士重要的一个环节,再就是考心思的伤病问题,到底对他有多大的影响呢? 毕竟考心思加盟勇士的原因是因为球队给他的报价太低了,他觉得自己可以值更多,所以才一年530万加盟了勇士,他来这里就是要证明自己和跟剑断裂,之前没有太大的区别,但是除了勇士没有哪只球队敢做出这样的决定,毕竟跟剑断裂这样的伤病是很多球员克服不了的,毕竟这是运动能力的主要发起点, 强如可必在受了跟剑断裂的伤病之后,也没能回到受伤之前的样子,但是呢考心思年轻,或许他的康复能力和威尔金斯一样呢,这些只能等赛季开打之后才能够证明了,再就是考心思喜欢粘球,并且无厘头地做一些后卫单大的动作,这些在勇士队是不可以用的,毕竟勇士队的战术十分明确,考心思要找好自己的位置, 才能避免被球队交易的遭遇,不知道球你怎么认为的呢,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吧,记得收藏加关注我本位原创,翻版地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